一种攻击性极强的动物 你小时候被它伤害过吗 能有棒多点 你看这几个 挥头土脸 全带伤口 这种心态 80%的人都有过 电视机前的您经历过吗 就是男孩吧 他成长过程中有这么一个 就是爱产能的这么一个阶段 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大家好 我是王振华 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中医养生医养师 铁房老师 振华老师你好 铁房老师好 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老铁 今天说什么 就是说这种食材呀 是一种跟一种动物有关 动物 这种动物啊 攻击性极强 很多人都被它攻击过 你们猜能是什么 你让狗咬过呀 被 不是 不是 你说攻击性很强嘛 对呀 被攻击过 我想那就是院子里看家户院的狗 要不就是大鹅 好多人小时候都被大鹅咬过 小 小子咬 怎么 你看一看 让鹅牵过这事啊 这是又是狗又是鹅 我倒没有 我这个因为我在城市这个长大 但我上学的时候呢 有一次去农村的叫这个劳动 学农劳动啊 学校组织的 嗯 因为第一次去农村觉得哪都新鲜啊 就路过一个这个老农家 人家的葡萄架 嗯 我上个就去摘葡萄去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从一家院子里跑出一只大公鸡 哎呦啊 一下子就给我丢了 从那以后 现在 还怕 别提 只要一提活着这个大公鸡到处跑的 我就还怕 哎哎哎 小伙子 他一说这个事啊 他就想起个事 我小时候上学路上啊 我那时候上学都自己走着去 没人送 上学路上 我那时候能有多大呢 一只公鸡站起来 一跳 跟我平视 嗯 那我也就这么搞呗 多大 也这么大 嗯 每回上学路上啊 那只鸡都在那树下留着 都相安无事 嗯 那一年冬天是有什么呢 流行那种毛线织的薄套 有一年就那样开始流行那东西了 也就是82年83年那样 就有这种东西了 我妈就给我买了一个薄套 然后呢 冬天戴大棉帽子 嗯 然后戴个大手闷子 嗯 就是大棉手套 挂个绳 给它挂着 没 再戴上脖套 脖套我那时候不是捂脖子上的啊 嗯 上学时候把这儿全捂上 嗯 这样就留个缝 不认识 从那儿过那鸡不认识我啊 啊 瞅我啊 啊 你眼神 对 盯住 我绕砖 嗯 我绕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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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直都挺好的劲 那么咬我又撒嘴就跑 对 跟你说的情况是一样的 你看人家啪 我妈也跟铁峰老师说的 嗯 攻击性攻击性嘛 对 那就得离攻击不远 对啊 但是真跟攻击没有关系啊 这个我觉得啊 这个铁峰老师一出题 咱就不能从这个自己的身上踩 嗯 得从铁峰老师身上踩 哦 他除了这个刚才说这个鸡这个 这头一回头啊 事件以外 嗯 我听他说过 他还被羊顶过 对 被羊顶钩了 我觉得是羊 羊 嗯 我说这些啊 都不是 都不是都不是 我给你出个谜语吧 嗯 这事我刚开始出的这题啊 太宽了可能 再到处不定到处什么来的 对 那具体点吧 具体点 一生总在忙 深爱百花香 辛勤采一物 香甜盛蜜糖 这么一说 那就明白是什么了 小蜜蜂嘛 你看他就猜出了 你看 蜜蜂 这个 但我们说的呢 是这个 蜂蜜 嗯 蜜蜂采的 对 蜂蜜 现在倒是常见啊 而且现在分得特别细 是啊 什么 什么 槐花蜜 扫花蜜 嗯 高档的还有 蜂蜂浆 对 但是咱们小时候统一 就叫蜂蜜 也甭管什么花啊 嗯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 嗯 很少见到就是现在 就是超市卖那种各种各样的 什么大的小的 就是什么蜂蜜啊 品种繁多 咱们没有见过那样的 对 是吧 对对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看动画片嘛 嗯 动画片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小熊 小熊啊 抱着个桃罐 嗯 然后桃罐里全是蜂蜜啊 天天就在这吃嗯 嗯 然后那个罐子跟我奶奶家有一个那个罐子特别像 嗯 我就一直以为我奶奶家那个厨 厨 厨台底下那个罐我就以为是装蜂蜜用的 嗯 然后偷摸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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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一打一打 直接气就给我顶上去了 不是蜂蜜 我奶做的咸菜 哎呀 我一想不能弄那么大罐子蜂蜜啊 这个我小时候对这蜂蜜印象不深啊 没怎么吃过 但对蜜蜂非常有印象 是吧 啊 吃过贵的 我真吃过贵 那小时候 就是我们那 你老家 反正你也到农村去串过门 那各种野草野花嘛 有一种花叫 叫串红 串红 我知道 串红 就是那个 那个花蕊摘下来之后 它那根部是甜的 对对能吸 那一说有点甜味 蜂蜜 我不明白啊 我觉得那 以为那东西它就是蜂蜜嘛 嗯嗯嗯嗯 是吧只要看到那种串红 那我们小时候对甜的东西那都强啊 你特别喜欢啊 嗯嗯嗯 就去上去揪 揪完就裹 哎 那个花它 不光人知道它甜的 嗯嗯 蜜蜂也知道 对 它们也总去那采蜜 嗯 有一次我揪这个花骨头的时候 我就没注意 里边它就有一 人家蜜蜂正工作呢 正工作呢 我过去就 就这一把 嗯 掐住了 哎呀我就觉得这花 怎么在我这手指子间里乱蹦呢 真的啊 啊 然后这手一山脚 嗡 它就没了 啊 再看我那手指头 真 哈哈哈哈 嗯 又画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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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肿了 哎呀我回到家里 我就不明白怎么个事 我妈说你这叫蜜蜂折了 嗯 然后她得用针 把那个蜜蜂那个尾上 尾刺 那尾刺 嗯 它得挑出来 疼得我这嗷嗷叫 嗯 我妈也不会打麻药 再以后我就 说实话啊 就有条件反射了 嗯 以后再建造串蜂 我就绕着走 我这可不甜 我也不疼 嗯 嗯 而且 而且那个时候吧 把刺儿挑开之后吧 大人习惯怎么做呢 嗯 首先你当时刚肿 嗯 肿的时候是热的 是 就是正是疼的时候 有锐气一次就更疼了 嗯 而且不光把刺儿挑出来 还在这儿糊了糊了 对 把口扩大点 然后我还挤 哎呀 嗯 看到没 嗯 都有同样经历 都经历过 咱们小时候 谁没让蜂蜂 对不对 我以前跟你讲过 我去打球呢 嗯 后边啪落到我脸上 嗯 我就一扇 嘴给我折了 嗯 当时啊 是没啥感觉 就简直扎一下 嗯 过一会儿 就过一会儿 嗯 变成香肠了 哎 现在那个那个 香肠嘴 电影里的香肠嘴 它是有圆形了 真是眼瞅着 一会儿晃个镜头 就起来了 嗯 然后你就跟家里人一说 我妈一看 哎呀 这是让那个蜜蜂人给盯了 嗯 而且我妈那时候告诉我 嗯 说我那是咒骂呀 那蜜蜂怎么把我盯了 我这是不高兴 然后我妈说 蜜蜂盯完你之后 她就活不了了 对 你看她这刺眼留在你身上了 对 后边连着的是她的肠子 哎呦 哎 说那个 但马蜂不是 嗯 马蜂盯完人之后还能盯 嗯 她那是武器 嗯 她那个盯完之后还能再盯 嗯 所以说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 又有一回 也是放假出去玩 嗯 小孩都在一起玩嘛 嗯 然后那个 呃 我们家也是比较偏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最边上啊 哎 就有马蜂窝 嗯 那马蜂窝呀 那马蜂窝多大的都有 对 对 小的这么大 对 大的这么大 甚至这么大 对对对对 多大都有 嗯 但是经过这种教育之后 看马蜂躲得远远 嗯 还骂呀 我的马蜂窝啊 嗯 但是有的孩子 嗯 这样的孩子什么时候都有啊 嗯 他不怕事儿打 那对 兔马蜂窝的嘛 哎 有的孩子专门兔马蜂窝 嗯 有一个就说 我敢打这马蜂窝你信不 另一说我不信 嗯 剩下几个就开始 七嘴八舌的开始圈弄了 看热闹不怕事大 哎 哎 哎 这小子就让人家一说 嗯 架的架下不来了 嗯 他就上去了 嗯 我一看他往那走 嗯 我多简单 我赶紧往回跑啊 这人离得远点啊 嗯 嗯 到家把门爬全关死 我生怕这 这马蜂闻着味儿 来找我来 来带你一个啊 回家全都 过了能有的 棒多点 嗯 你看这几个 灰头土脸 就是全带伤回来 嗯 就哪个身上都得有三两胳膊 那家伙 那我们形容这小孩哭 那叫滋花乱旧 对 可是这马蜂追人哪 嗯 他追着你铺天盖地 追着你 就就哇 你跑得远 你没啥飞得快 嗯 嗯 所以擋不住 对 那我发现啊 假设你有一个马蜂啊 等你追的人 不知道从哪儿出来 那都被 对 成群结果 成群结果 另外呢 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 像体防老师说 总有这些孩子 嗯 因为他没有被遮过 他也不懂 对对对 他也不知道 所以一到上学的时候 哎呀 我就觉得好像都是八十年代了 我们找这地方呢 对对 拿一株竿子 对对 上去去捅他 好多人在底下看 结果这一桶哇 全都出来了 对对对 结果很多人都被遮了 对对对 那就都是这样 就像体防老师说的 就是男孩吧 他成长过程中有这么一个 就是爱产能的这么一个阶段 这可能为了引起关注 或者觉得我勇敢 对对 对对 再加上边有 窜了呢 群众当中有坏人呢 对对对 窜了 不是不行 看热哪儿 对对 这时候你就硬着头皮 你捏在上面 对 刚才莫凡说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道理 嗯 就这么些年了 五十来岁的人了 嗯 见过童马蜂窝的 没见过一个女孩童马蜂窝的 是 全是男孩 对对 没有女孩童马蜂窝的 勇敢 他还真就不一样 这就是天性 天性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你就得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嗯 我想问一下 莫凡 假如是你被密封遮了 你怎么办 这个 学过一些方便的知识 嗯 用肥皂水 如果没有肥皂水 怎么办 没有肥皂水 去超市买块肥皂 来得及嘛 用清水呗 水冲呗 清水不行 嗯 告诉你 没有肥皂水的时候 嗯 用尿 尿 为什么 人尿麻尿都行 哦 哎 因为都是碱性水溶液 嗯 肥皂水它也是碱性水溶液 嗯 但是能用肥皂水 尽量用肥皂水 是 那您当时盯嘴时候 您是不是用的尿 啊 啊 当时还没有马尿 确实不是 哎 你们俩 是 郭文郎 所以您铁锋老师怎么回答呀 我肯定是 我不能用尿 不是 我球场就用家门口 我回家找我妈去了 我妈有招 嗯 你这一说 我现在我就 有些相声我爸也听 他就是 这就是相声啊 嗯 现在这相声就 这个生活越来越深入啊 所以有这么一个人 上一个医院提检去了 嗯 结果在医院转来转去 就迷路了 就进了一个小屋 嗯 所以那屋里呢 那有一个 有一个窗口 有一个托盘 上面有一杯一杯液体 嗯 他就是以为 现在医院 现在医院这么客气吗 还提供茶水呢 还提供客人提供茶 哎呀 而且他在医院转来转去 这一上午也没喝水了 端去一杯啊 等等等等 就先下去了 别喝还别 哎 不干净了 里边怎么还有沙子呢 是吧 不一会儿就听他 护着他那喊 谁把这种尿给他喝了 哎呀 这是现在向上都这么说 嗯 不是那怎么还有沙子呢里面 结石嘛 有 就是这个 他不干净了 咱有避免这个问题 对啊 但我刚才说 用尿那是为了救急 哎 咱是科普知识 真要是在野外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真要是被封的遮了 嗯 你能究竟拿到的碱性水溶液 还真就是尿 嗯 这是可以用的 哎对了 我们今天说的是蜂蜜吗 这怎么扯到尿上啊 你们真是打岔大师啊 有莫怀就没好 嗯 是我提的这事啊 哎呀 谁提的不重要 您出的小妙招 我们说 我说蜂蜜 说蜂蜜啊 那个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第一次吃到蜂蜜的感觉 嗯 因为在那之前 第一已经长大了 嗯 不像太小的还差不多 长大了 然后听说过蜂蜜 嗯 但没吃过蜂蜜 也不知道蜂蜜是什么味儿 第一次吃到蜂蜜 在我大姨家 嗯 因为我父母啊 都是守着本乡本土 出差的机会很少 嗯 不像我大姨 我大姨父他是高工啊 嗯 经常出门 嗯 那时候最发达的地方是哪 是上海 对 经常去上海 嗯 上海当时清工业非常发达 嗯 所以说他一出差 就往回带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一回就带回来那种 罐装的蜂蜜 哦 哎 然后这个 我是翻药斗子长大的 嗯 嗯 这个药房里是有蜂蜜的 嗯 但药房里的蜂蜜 跟那种我们现在看的蜂蜜 嗯 那可不一样 对 药房里蜂蜜啊 就是用那种大汽油桶 嗯 那一桶是200斤应该的 嗯 嗯 那一桶呢 那大桶 铁桶 装的是蜂蜜 嗯 而且那个蜜啊 非常的粗烈 嗯 对 你打开盖 你拿眼睛的灯光一照往里看 是黑色的 嗯 你看不清 而且那个味啊 不香 嗯 有点干辣干辣 也不知道什么蜜 反正跟我大姨父拿过来的那个蜂蜜 那根本两把事 哦 没经过处理 哎呀 那个年代能有200斤蜂蜜 是 还嫌不好吃 还嫌黑 啊 嫌黑 所以也太漂亮了 你拿 拿了我小时候那地方试试 不到一上午那200斤蜂蜜 我估计就没了 全喝掉了 挺不到蜂蜜 哎 你还别说啊 嗯 就那蜂蜜 哎 这也有人去 店店 占便宜 对 他不是偷 第一你拿不起来 但是口小 嗯 拿筷子蘸 嗯 哎 拿这个长一点的棍儿 进去蘸 嗯 蜂蜜粘呢 一蘸一提 嗯 哎 等它射完了 这就一碗不少 嗯 用这种方式 嗯 但是我呢 打小不爱吃甜的 对 嗯 所以那个大桶里的蜂蜜 我从来没碰过 嗯 那大桶蜂蜜 是医院中药房 用来搓药丸的 哦 中药不有一种 这个八大技型嘛 嗯 碗散高单 九露汤丁嘛 嗯 这个蜜丸 就是用这种蜂蜜 嗯 炼制出来的 嗯 这个打小就知道 嗯 知道这个蜂蜜呀 不仅是食物 嗯 还能入药 啊 反正就是 一直 听大家伙说 说这个蜂蜜 就是说你喝这个蜂蜜水 然后你吃什么东西 放点蜂蜜 能够治这个变蜜 嗯 这个是很长时间啊 都这么说 嗯 因为我呢 就是相信这些东西 我就说 那我也试一试吧 哎 这效果还真小 嗯 我先就是 放果汁 我也要放一勺蜂蜜 哎 效果挺好的 这习惯挺好 放蜂蜜 比放糖 是 而且蜂蜜和糖不一样 嗯 这话哥你实在爱吃甜的 嗯 咱吃点好蜂蜜 嗯 好 那个我弟弟在湖北 自己蜂蜜 嗯 他就那个采蜂蜜 嗯 每年都给我寄 回头我给你拿几罐 行 你好好尝尝 自己家做的 我直接把地址给你弟弟吧 不用不用 我给你送去 我这也有地址 咱们继续往下谈 继续往下谈 谈蜂蜜和便秘之间的关系 嗯 这个蜂蜜能润肠肠面 嗯 注意 第一个字是润子 润 润 蜂蜜为什么能够润肠铜片 首先关键在于它这个润子 嗯 嗯 蜂蜜不但能润肠 嗯 还能润肺 嗯 我记得我 嗯 开始学营养学的时候 那已经从来很多年了 嗯 讲到蜂蜜的时候 我的老师给我们讲过 他的一个故事 嗯 嗯 我的老师年纪跟我差不多 其实 嗯 嗯 赤脚医生 嗯 上赤脚医生家里 用他话说 嗯 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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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说孩子咳嗽 怎么办呢 这个赤脚医生就告诉他 嗯 我这里的东西你就试过了 没有什么办法了 嗯 我教你个办法 嗯 你上野外找蜂窝 哦 找蜂窝 踩一个回来 嗯 然后拿热水 冲这个蜂窝 嗯 嗯 在农村找蜂窝 那还不容易 对对对 对不对 哎 真就找回来了 嗯 然后把这个蜂窝拿回家 按医生说法 拿滚开的水 嗯 嗯 哎 连冲一个多礼拜 嗯 咳都还真好了 哦 哎呀 要不说怎么说 当老人不容易呢 嗯 取蜂窝这一段 刚才这个铁蜂老师 一嘴就带过了 嗯 还说找很容易 找是很容易 嗯 但是咱们清楚 就算是再有经验的人 取蜂窝的时候 都挺造罪的 是吧 是为了孩子嘛 老人付出 这咱们得向老人致敬 嗯 遮一下都疼 嗯 对 正华老师这话说的对 嗯 曲蜂窝说着容易 做起来难 嗯 旁边看着挺高兴 嗯 遮那两下子你就知道疼了 嗯 尤其是那个年代那老人 那其实哪个年代老人对孩子都好 对 对不对 都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 嗯 但是那个年代的老人他苦啊 是 是还没有啊 对 嗯 所以说我那老师讲完这个事儿之后 我记得真正 嗯 到现在就不忘 凡事只要遇见咳嗽的 嗯 我基本上都建议 条件允许 嗯 喝点蜂蜜 嗯 尤其现在这季节 很多人咳嗽这么多都会加入 嗯 白天咳 晚上咳 睡觉都不踏实 对不对 有时候咳嗽上不来气 嗯 这种人 每天定量喝一点蜂蜜 嗯 我教大家一种喝法 上市场上去买雪梨 嗯 雪梨是润肺止咳好食材 嗯 这大家都知道 雪梨买回来之后 去了中间那湖之后 嗯 大枝 嗯 然后把蜂蜜加进去 不怕麻烦 可以加热一下 嗯 每周不用天天喝 嗯 喝个两三杯 嗯 这个季节就很少用 嗯 但是我觉得也别光喝 嗯 是不是 那蜂蜜做法应该还挺多的 是不是铁峰老师 嗯 嗯 嗯 有点小伎俩 你说谁不知道呢 你就说 你想吃什么吧 不我说你想说什么吧 哈哈哈 我想说吧 就也别光教大家冲蜂蜜水 是 不是 简单了 哎 这蜂蜜做法不少 嗯 挺多 多搭配点别的东西 嗯 那效果更好呢 是不是 牛皮大点肉 排 排股啊 哦 对 还有排股的时候呢 你蜜制排股嘛 嗯 都行 就看您心情 我还不懂 我反正我不懂啊 嗯 对 菜都是 正好老师给你点出来 嗯 叉烧肉蜜汁排股 那俩精变的蜜做去 对 上面就是 我刚动一个心思 你连菜都说出好了 嗯 嗯 做个菜行 嗯 不过刚才那个 正好哥说这些 反倒提醒我了 嗯 咱来个这个蜂蜜小牌子呢 真行哪 真和莫凡心 对 刚才我说呀 那些白天晚上咳得上不来气的那些人啊 嗯 仔细看 仔细听 嗯 因为这道菜特别适合这些人吃 嗯 而且我的做法跟别人做法不一样 嗯 我做这道菜的时候 我会用雪梨 哦 雪梨加蜂蜜 因为雪梨啊 润肺止咳效果太好了 嗯 咱们就到第二现场吧 今天这道蜂蜜小牌 现在需要蜂蜜 排骨 雪梨 还有姜 蒜 八角 起锅烧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下排骨 炸至定型之后捞出来控油 锅中稍微留点底油 然后下姜 蒜 爆香 随后放入炸好的排骨 加开水 然后加入老抽 生抽 八角 水烧开之后调小火煮三十分钟 等待的时候我们把雪梨切块 用炸汁机炸成汁 哎 时间到了 我们把雪梨汁倒进锅里 再放上一勺蜂蜜 用大火收汁 等到汤汁浓稠就可以出锅 今天这道蜂蜜小排 就为您做完了 这道菜咱们做完了 电视机前的您要是没记住 或者是哪一块没看懂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在微信里您可以反复观看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莫凡 庞阿姨 这位微友叫东风 他说了 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说 那个山上蜂蜜甜 他就惦记上了 趁爸妈不在家呢 就拿了一个竹竿 上山捅马蜂过去了 结果这蜂蜜没吃着 最后被咬了十多个大包 还挨了爸妈一顿胖痘 现在想想小时候真好 太好了 这么吵气 说现在他是怎么说呢 小时候好是因为什么 现在上年纪了 不是这有事就那有事 说这几天嗓子也是不知道怎么了 就痒 就有跟毛在里边一样 总想咳嗽 特别难受 就问铁方老师 就是吃点什么能好一点 我怀疑他捅的不是马蜂 他肯定也分不清楚 对 再十来个马蜂叮的包 那人能活了吗 就是 就是蜂窝 对 可能捅就是一般的也蜂窝 出生牛肚八股 小时候谁卖 没干过几件陶事 对不对 但是到这个季节 嗓子痒痒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 痒痒 光痒痒咳两声就好 那就不算什么了 有的人不但痒痒不但咳 而且他喘不过气来 这样的人就是肺功能受伤了 什么叫肺功能 这一呼一吸 有多少氧气留在身体里 有多少二氧化碳排出去 那是有数的 你这一呼一吸 留在身体里的氧气少了 排出去的二氧化碳少了 你就憋得慌 你就得来两口 这就叫喘 紧找气 这就是肺功能下降了 一般来讲这都挺重了 上医院查查 到底怎么回事 弄个准信出来 咱们帮你细想办法 眼前我能教你的 从营养学角度我能教你的 做好润肺的工作 你就别自己在家做雪梨糕了 你上药房买吧 我怕你做耽误事 而且做的浓度再不够 你买点雪梨糕吃 我能教你的就是这一条 雪梨糕种类很多 一定要选金川雪梨做的雪梨糕 那是药理 如果要看配方的话 有什么我都不太关心 最要紧的是 匹配液 丧业 苦性人 我这还有一位唯友 他叫八枝玫瑰 他说铁鹏老师啊 哎呀我现在可遭罪了 早上起来啊 什么都没干呢 得先坐那喘一会 这一动我就上不来气 要是干点啥 那心呢就像跳出来一样 走两步路就累得不行 还得站那喘 这个雪梨糕我也想吃啊 但是我没找到 铁峰老师您说那样的 人家说金川雪梨特别贵 谁能拿那么贵的东西做糕呢 铁峰老师我就寻思 您能不能给想想招 帮咱看看哪有卖的 最好给咱们整点呗 最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一句 铁峰老师整点 整点 整点 我也挺为了看的 是这样的 金川雪梨它本来就是药梨 药梨拿来干什么呢 最好的办法还真就是做雪梨糕 但是难就难在哪里 金川雪梨它产量少 它可能做不到铺天盖地哪哪都是 对 它是个相对比较 在雪梨糕里是比较高端的 咱们讲叫尖货了 但不是弄不到的 但我不能给你保护什么 我可以帮你找 雪梨糕在这个季节还挺硬紧的 挺有价值啊 是 大家要是都想用 自己多走走看看 说不定在哪就找到了 这是第一 有合适的该用用 也因为我耽误了 毕竟现在这个季节 马上就得用了 好 时间差不多 好 很好